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继续来关心到的世界卫生组织 秘书长谭德塞 他很多次的发言都引发了争议 还被外界批评说是处理疫情失当 所以说美国就决定要来删减他的资助经费 而美国总统川普也说了 很不满意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周就要决定 是不是要来砍钱了 眼看美国要抽掉银根 所以谭德塞的态度软化许多 世卫秘书长谭德塞疫情爆发后 多次语出惊人引发争议 美国到底还愿不愿意给予世卫组织金钱援助 总统川普说重话了 直接呛名不满世卫组织还明确说出是否继续金援的决定期限 眼看老大哥生气开炮 谭德塞态度变得软化 强调和川普很麻吉还称赞美国是who 最大贡献者说这么多就是希望美国继续提供资金 但外界最关注的如果一旦美方真的冻结资金 会不会影响防疫 谭德塞没有进一步说明 同时大陆官方宣布军事科学院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 率先全球进入二期人体实验 不同于第一期自愿者第二批的五百人不需要集中观察 只要在家记录身体状况就好 而这次的观察重点也从注重安全性到观察疫苗的有效性 根据who数据目前全球有70种新冠病毒疫苗正在研发中 其中三种进行了临床实验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南韩这边的状况了 因为其实说实话成绩都还不错 我们来看到的同样我们从影剧人物来关心好了 朴旭俊他为什么要戴口罩又戴手套 他们就是4月15号才是正式投票 可是他们有一个叫做预先投票 就是不在籍投票的意思 那前几天昨天就是也是出现很多明星 他们就是示范怎么样去投票 重点是戴手套 他们规定去投票要戴手套 因为等于说如果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用盖章的方式 对没有错 这样 但是就是他们有预先投票 所以他们大概在就是4月15号的前几天 已经开始预先投票 那比较好笑的是 普旭俊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他就这样po出来照片 然后大家就好棒哦 乖宝宝很棒 但是很特别的是 郑宇盛就po了一张 就是他盖章 然后他就在手上 他就这样po出来 然后就被大家说 你怎么没有戴手套 他盖章盖在手上 没有 应该是进去的时候 就确认说你没有 就是体温 对 就是一个 确认章这样子 并不是盖章盖在手上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去投票 请大家到去投票 结果他因为手上那个照片 没有戴手套 然后就被抨击 就说是错误失败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有点衰 但是其实很多艺人 像不只普旭俊 还有史源 IU 他们都有主动po说 我投票了 你赶快去投票这样子 了解 等于说希望带头 做一个正确失败 对 不过刚刚提到的选举 其实他们在这一次也做了一些 非常多的相关措施 这个国会的选举 将会在4月15号来举行 然后全境设立了3500个投票所 各个疫区的治疗中心 一共有8个让3000多名的住院的患者 还有医护人员 其实都可以在院里投票 其实是一个蛮贴心的举动 还加设了新冠患者的投票区 确诊者可以先到户外的特别投票所 来预先投票 是我们刚刚说的 只是必须要穿全套的防护衣 而且在这一次 其实也是做好分流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预先投票 包括4月10号 4月11号 已经其实开始实施了 不过这一次非常特别 它的相关的投票率 也都是创下的新高 来到了26.7%了 不过说到投票 其实我们一般想像到 所谓的投开票所 应该说投票所都是你进去 然后其实会蛮担心说 比如说这是盖章的状况好了 这样盖下去 其实一个人碰一个 好像就蛮容易 会有些接触的状况 对 所以他们才会规定 一定要戴手套 所以变成接触就是很重要的 然后你看也都隔了很远 当然我觉得在台湾 我要进去投票也真的都隔很远 这不是什么问题 我觉得重点是这个动作 就是每个人都碰了盖章的 印章的时候 其实就蛮容易出状况的 对 不过如果说我们刚刚看到 像是大选的状况 在韓星的部分的话 其实他们四次也都蛮相应 就是相关 你刚刚说 其实相应了政府的防疫措施 对 防疫措施 对 他们都会在自己的 Instagram上面 就是会有点呼吁说大家 其实他们现在的防疫意识 真的比较高 防疫是比较高的 对 而且现在其实在台湾 如果你当然是居家隔离 然后必须要待在家里的话 当然是不能乱跑 现在韩国有所谓的 电子手环来防疫了 而且主要是因为 趋缓的状况之下 其实现在在韩国这地方 它的所谓的确诊曲线 都是整个压下来了 不过就担心说 这些人还是有不乖的 会到处乱跑 所以说现在都有像这样的 电子手环 其实就是让你待在身上 如果你一离开了 其实就会是把你列入一个 警示的状况 而且不硕及巨网 预计两周之内 就会来实施 也算是一个新的招数了 再来我们来看到就是文在寅了 其实以文在寅来说 其实它的支持度 在三月之后整个大翻转 你知道吗 易賢 因为之前我们说 其实文在寅在之前 很多的一些政策方面 似乎好像没有这么得到民心 但是就是在这一次的 防疫的状况 其实就有让它整个 出现了一些翻转 所以说之前我们好像听到 韩国基本上都是疫情 蛮不受控的 尤其在大丘那个地方 大丘好像也控制下来了 对不对 最近看 最近就是连大丘都控制下来了 但是包括很多人 比如说原本是在 我自己网上看到的 那些韩国的YouTuber 可能原本在那边打工 游学的台湾人 现在也都是回来 就是担心说好像 因为当时那个状况 看起来真的蛮可怕 你看新闻 有没有觉得 好像韩国那边 比较紧张一点 我认识一个住在韩国的台湾人 对 然后他也是说 其实就是只能按照政府 因为他们也是停班停课 对 然后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去 什么时候去上课 然后就是要远距教学 就是其实对家长来说 也是蛮困扰的 的确是蛮困扰的 然后他们口罩超贵 对 一直听说口罩很贵 对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就要来 连线给TVBS的特约记者 这个杨先生了 我要先来请教一下说 其实以目前南韩的状况 我们之前听起来是蛮可怕的 现在这个曲线真的有押平吗 那境外有没有些倒灌的状况 这几天的疫情 其实比起上个月已经趋势很多了 尤其是境外移入的案例 其实目前看起来没有太过严重的迹象 虽然有点不稳定 有时候少着大概五六人 但是多有时候 也可以多到大概二十人左右 但是都还控制在二十人左右的范围 反而是现在南韩的首都圈 包括首尔 还有京基道和仁川 这些地方相加起来的人数 都还会比境外移入来的高 大概每天加起来 大概十五到二十人左右 所以首都圈现在这个 小规模的群聚感染到现在 还是发生的情况 还没有办法控制下来 估计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有办法去换 所以等于说首都圈 目前还是有零星的社区干的状况 其实他可能就是之前留下来的吗 还是其实他有可能往更严重的方向来 上个礼拜就有爆发 包括教会 教会有爆发群聚感染 因为有些教会在周末的时候 尽管政府已经公开的要求说 这个尽量去尽量避免群聚 尽量减少这些团体礼拜 但是很多的教会 还是不听劝告 还是继续的在礼拜 那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很多的年轻人 已经好几个礼拜受制于这个疫情 而没有办法出去玩 后来到了现在 这刚好这两三个礼拜 刚好樱花绽放 很多人就跑去外面 或者是跑去这个夜店去消费 结果上个礼拜就发生了 这个江南的夜店出现有确诊者 所以也让这个南韩的防疫部门 非常的疲于奔命 要赶快去找跟这个确诊者 互相接触过的人士 所以目前首都圈 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教会还有一般年轻人出去外面 跟人家接触所爆发的这些感染 是不是等于说 现在有闻出一种感觉 也是说好像既然这个确诊的数下降了 其实当地的民心 是不是如果大家都敢出去玩的话 是不是也稍微的有点松懈的状况 是 所以政府最近 其实跟台湾的状况有点类似 为了避免说这种新天地的群聚感染 又再度发生 所以南韩政府也公开的要求说 民众不能够掉以轻心 还没有办法松懈 最近的这一两周 还是尽量避免前往那种公共的大型场所 然后要加强防疫的措施 就是希望说这个群聚感染的现象 不要再度发生 然后造成这个疫情依法不可收拾 而且在台湾我们说实话 就如果你是居家隔离的话 就是必须要待在家里 当然这是最基本的 我们是用手机 或是相关的通讯软体来监控 但是在南韩市市 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电子的角料 它又是怎么样的运作 如果真的违反会罚钱吗 对 现在这是南韩 从最近刚开始实施的新的制度 因为之前有发生过 有些应该要先自家隔离的人 他们可能之前是居住在美国 或者是有到过其他国家 但是他们没有遵守这个隔离的措施 跑去外面 有人跑去三温暖 这种大型的公共场所去游荡 所以造成说政府很难去控制 这些人的流动 造成说不得已 现在要赶快的实行这种 所谓的电子手扣 电子的角料 来监控他们的行动 那如果违反这个隔离原则 出去的话 就必须要罚款 然后之前法院也已经 也赶紧的批准 这个先前我刚刚讲过 这个出去外面 没有遵守隔离的措施的人 出去外面 跑去三温暖的人 批准他们的鞠票 就是希望说能够 遏阻这种情况继续发生 我想要再请教的是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是 文在寅的状况 就是因为好像在之前 他的民调都是比较低的 但是现在这阵子好像 又突然冲起来 是不是其实当地的民众 可能对他的防疫措施 是抱起一个肯定的态度 对 其实我必须讲 文在寅总统目前 从这一两个月 我们看他的民调动向 其实包括他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也就是二月第二个礼拜 和第三个礼拜 这一段期间 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 都还一直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准 就是在新天地 教会爆发群聚感染的时候 他的支持率 都还有大概45%左右 其实以历代南韩总统的水准来讲 已经算是相当高的 可是我们看到 在这一两个礼拜 尤其是明天 就要举行国会选举了 南韩民众对于文在寅的支持率 已经上升到大概54% 到57%左右 这种高水准 其实显示出一般的民众 对于南韩政府的 对抗新冠病毒疫情 这些种种的应对措施 还是相当满意的 包括我上个礼拜 在南韩的投票所采访这些 已经先行不待及投票的这些民众 他们大多数的民众 询问他们的反应 他们都认为 政府的应对措施做得相当的好 反而是我们外国记者要寻找 对于政府不满意的民众 要问他们意见 反而是相当的困难 目前主流民意看起来 都对政府的评价是满意 而且持正面看待 所以我们预估说明天的国会选举 可能这个执政党有机会占上风 拿到比较多数或者是过半的旗次 这个机会是比较大的 了解 所以等于说目前看起来 其实以文在寅这个党派 他的相关的选情是看好的 好 我们也谢谢千豪